体育江湖我先说,今天我先说 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20日 在过去的一整天体育江湖,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北京时间8月19日,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官方社交媒体宣布 前法兰克福球星杨晨,被授予德甲传奇球星称号 作为中国登陆欧洲五大联赛的第一人 杨晨在德甲取得16个进球 至今依然保持着中国球员,在五大联赛中的进球记录 要知道这位德甲传奇球星,当年在国安可是连主力都踢不上 如今前辈杨晨已封神,后浪还得看五磊门 博足前锋艾克森近来在俱乐部的表现可谓是春风格异 一共打进11例进球位列中超射手防守卫 相比上个赛季的状态,有了大幅的提升 主帅李铁当然也希望他将俱乐部的状态带到国家队 艾克森将状态出色的原因归结为平时的刻苦训练 并坎言自己最喜欢中锋的位置 希望今年能进很多的球 对于12强赛,目标只有一个,打进世界杯 想必大家都通过拼拼胖胖天下无双,见识过国拼将帅的组团出道 拼胖球可是耽误了不少歌手,然而近日许新这架势,感觉是要单飞的节奏 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让我暖洋洋 你的酒皮鞋还能穿吗,你不想尝尝吗 歌唱得好不好咱不敢说,可这造成是真心罪人 北京时间8月19日,欧组联官方公布了 年度最佳教练和最佳球员最终候选,瓜迪奥拉 曼奇尼·图克尔入围最佳教练三人候选名单 而德布劳内·坎克 若日尼奥则入围最佳球员三人候选名单 绝代双交梅西·C罗再度无缘欧组联年度最佳 上届最佳教练和最佳球员分别是弗里克和莱万多夫斯基 而本次欧组联年度最佳教练和球员将于当地时间8月26日 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欧冠小组赛抽签仪式上揭晓 DADUP看热搜,先说你的观点 大家好,我是江湖up主 今日热搜,国平队笔心有多好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笔心已经成为国平队的招牌动作 但是在看过了众多国平队大型笔心现场之后 网友们却突然找到了快乐源泉 有网友觉得,人家比的都是小甜心 国平这是感恩的心 也有网友看出了国平的无奈 有网友调侃,这是无情的笔心机器 有人比的还是菱形 归根结底还是这位网友说的好 国平实力没得说 至于笔心,还得练呀 精彩比赛不错过 每日我先看,法甲第三轮明晨开启 巴黎圣日尔曼将各场挑战布雷斯特队 尽管梅西仍未确定是否在这场比赛中出战 但本场比赛的球票价格 已经炒到了其他比赛最贵票价的两倍 并且早已销售一空 看来不仅是大巴黎的球迷 就连布雷斯特的球迷 都希望能够在主场近距离一睹球王风采 梅西的票房号召力还真是惊人呀 体育江湖新鲜事 天天我先说 今天就到这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